过去啊老北京可能一句俗话 叫可不死东城 饿不死西城 对对对 东城人见面问喝了吗您呢 西城人见面问吃了吗您呢 对对对 人家问喝了吗您呢 人家不是说问您喝酒了没有啊 人家是问您喝茶了没有 过去在老北京啊 有这个早晨起来就喝茶的习惯 当然了 通过喝茶不利于健康 所以我提醒大伙 您要是早晨起来喝茶的话 最好先吃六斤包子 那就喝不下去了 对 说到这个喝茶呀 过去老北京那个茶馆 分好多种 有这个大茶馆 青茶馆 酥茶馆 您看看那个话剧茶馆 那种茶馆叫大茶馆 又卖茶 又卖简单的食品 还有这个来料加工业务 您如果带点饼汁来 人家能给您炒饼 当然了也就局限于炒个饼什么的 您说您递了一户猪大肠来 让人给您做炉猪火烧 就没那功夫 您得递着一只鸭子来 让人给您做北京烤鸭 没点手艺 就我们楼底下 就新开了一个茶馆 我们楼底下那个茶馆挺好 使那个茶碗 就跟那个隐形眼镜那么大个儿 估计是响应节约用水的号召 服务员拿一个镊子 压着几个试管 来回来去遮水 不知道的以为化学试验呢 过去管这个叫倒茶 现在呢管这个叫茶道 窗台上啊 点着香 不会熏蚊子 会熏人 抢鸡脚呢 坐着一个美女 在那谈骨争 后来才知道 根本就不会谈 对就在那瞎哺了 人上这来呀 为的是聊天 追求的是高雅 要是真渴了 人家不上这喝茶来 要是想追求这个品味呢 您就得去那个咖啡厅 我记着海派清口创始人呢 周立波老师说了 说这个他的清口就是咖啡 北方的相声就是大蒜 我觉得这是周老师对我们相声啊 一种赞扬 因为大蒜能够杀菌 能够防来 让人健康长寿啊 我就想了 我邦清平这个脱口而出 它是什么呢 掉了蒜汁的咖啡 那也不好喝呀 后来我想了 我这个脱口而出啊 就是一杯清茶 现在我喝茶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像什么龙井啊 土耳啊 毛尖啊 大伙都知道 我跟您说一种茶啊 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叫熊猫茶 听说过吗 不知道了吧 这可不是说给熊猫喝的茶啊 因为它熊猫老人家不耗这口 你什么时候看那熊猫啃完竹子 饭养员 给它送一把泥糊 钻着喝茶 再把熊猫给烫了 熊猫茶呀 是用熊猫的粪便培育出来的茶叶 大熊猫是国宝啊 所以说这熊猫茶 号称就是国茶 据说因为这个熊猫啊 主要吃竹子 而竹叶呢 含有抗癌的成分 熊猫啊 只吸收了百分之三十的营养 百分之七十的营养呢 都通过粪便排出去了 所以说用熊猫粪便养的茶呢 具有抗癌的功效 我就琢磨了 干嘛费那么些道工序啊 直接用这个竹子泡着茶 多省事啊 省事是省事 但是竹子能卖 二十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块钱一斤吗 不能吧 这熊猫茶就能卖这么贵 因为熊猫金贵 所以跟熊猫粘边的东西 那全都金贵 二十年前 亚运会的那个熊猫盼盼 印在衣服上 印在帽子上卖 坐周边的把钱就挣了 几年前的功夫熊猫 光在中国票房 好几个亿 拍电影的把钱挣了 如今拿熊猫粪便种茶 都不用熊猫亲自动手 扫厕所的把钱挣了 聊了半天喝的 谁知道世界三大饮料是什么 可乐品质每年打 你说那是小孩爱喝的三大饮料 原来我认为世界三大饮料是啤酒 白酒 骰酒 其实啊 那是签合同三大饮料 那么世界三大饮料是什么呢 茶 咖啡 叩叩 这个叩叩 咱们抠的比较少 咖啡啊 咱们不陌生 现在最火的咖啡店 您知道什么吗 星巴克 北京已经遍地都是了 头一阵 河南郑州 开了第一家星巴克 开门之前 排起了大队 不知道的 云脉糖炒粒子的 这年轻人嘛 就喜欢去有品位的地方约会 花多少钱 不在乎了 就是那人太多 想坐跟打仗似的 一块排队买咖啡 然后拿出 一早班地铁那镜头 一沙发 您看那两位 悠然自得的喝咖啡 其实啊 秋衣跟秋裤都湿了 可是这么火的咖啡店 最近爆出了一条 反面消息 有人发现 他们的草莓味的饮料里头 有虫子 吃素的人 您得注意了 最近还得借咖啡 您看 就是这款饮料 您看这红扑扑的挺好看 但是据报道呢 说这饮料里放了一种叫做 胭脂虫的天然染色剂 就是把这个胭脂虫 磨成粉末 放进去调色 不过后来证实了 虫的调色呀 属于天然的色素 比那一个人工的色素啊 更好 对消费者的健康更有利 我查了一下 在国外很早的时候 这种胭脂虫啊 就用于口红的这个制作 那女士出门抹的一脸都是虫子 其实 当然了 现在呀 这款饮料已经停止了销售 想去星巴克喝咖啡的 您放心吧 东方人喜欢喝茶 西方人喜欢喝咖啡 那么什么饮料 东西方的人都喜欢呢 哎 告诉您吧 醋 中国人跟外国人都喜欢吃醋 不过值得骄傲的是 最早吃醋的是咱们中国人 长朝的黄玄龄 做了22年的宰相 是贞观之志的重要缔造者 唐太宗为了表彰他 赐给他美女两名 您瞧人家长朝那福利多好啊 工作干得好奖励美女 现在哪家公司 要是实行这种奖励办法 员工肯定卖力去干活啊 不过老板就得给逮起来 从说现在的员工不高兴了 房全灵的夫人 人家也生气了 不让这俩美女进门 李世民一条 我赐的美女你不让进屋 那不博我的面子吗 这房夫人两条道 让他选 一是让美女进门 二是喝下玉次的毒酒 没想到这个房夫人请令 端起这毒酒 咚咚咚咚咚咚咚 喝下去了 喝完之后半天了 不琢磨 怎么没反应啊 我怎么没死啊 这毒酒怎么酸了吧唧的呀 原来李世民呢 给他的是醋 从那开始呢 吃醋这个词啊 就流传开了 现在好些个女士 爱喝苹果醋 这都是跟房玄龄的吉罗学的 现在呀快到夏天了 用笔记本电脑的朋友开始发愁了 有的笔记本电脑啊 发热量太大 尤其那个出风口 往外刮热风 我那笔记本电脑 不但出风口热 键盘都热 一到夏天 我那手指头 按键盘烫的 跟五个胡萝卜似的 把指纹都烫掉了 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套 谈古争那个甲指甲 让我带着它隔热 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音乐家呢 最近呢 新出的这个iPad 也有这个问题 功能比原来强了 也比原来热了 国外的网站特别有创意 做了一个网页 只要用这个新iPad 打开该网页 并且将呢 咖啡放到它的指定位置 点击运行键 您就等着吧 能给咖啡保温 我就琢磨了 什么时候这家网站 再弄一个网页 能用新iPad摊煎饼该多好 那以后 卖煎饼这个小商小贩 托其做生意 不用说推煎饼车了 加这个笔记本 就出去卖煎饼去了 人人都爱喝饮料 现在这个商场里头啊 马路边有很多水坝 卖个什么珍珠奶茶呀 鲜榨果汁什么的 尤其是在这个商业区附近 一家挨着一家 时间长了呢 就得竞争了 就得卖别的店 没有的东西 有一家贴着这个大字棒 本店推出销鼠纳粮新品 心碎的感觉 一百二一杯 我媳妇一看 还真没喝过 谁逼着我买 买完之后一尝啊 就是一杯自来水 就是给我心疼的呀 我那心都碎了 还真有心碎的感觉了 其实你想出心 有的是折 人家韩国发明了一款饮料 泡菜味的 估计是拿这个 鸡泡菜那个汤勾兑的 让咱们白着嘴喝 确实有点困难 最好啊 就块馒头 这哪是饮料啊 整个一个调料啊 估计以后 还能出什么炸酱汤味的 石锅味的饮料 您要再去韩国料理 您不用点菜了 点三个饮料 再来一碗米饭 饱了 无独有偶 日本呢 也出了咖喱味和芥末味的饮料 您瞧这模样 好像还带气 您说您早上起来 出门之前 喝一瓶芥末味的饮料 您再挤地铁去 路流程打一格 啪啪了 把对面的人熏哭了 当然了 这种饮料 适合那种选秀的嘉宾喝 到了山晴的时候 喝点饮料 一把鼻息一把泪 请山晴 前一阵啊 我病了 医生建议我吃流食 我挺高兴 我就喜欢吃流食 医生说了 你喜欢吃什么流食呢 啤酒 医生说那还是算了吧 我喜欢喝酒 倒不是酗酒 因为有时候创作呀 需要灵感 喝茶喝多了 睡不着觉 你拿酒压呀 我喝酒省钱 我不要酒菜 拿猴皮筋 蘸点酱油 就能喝一顿 很多的这个男士 都喜欢喝啤酒 不过到这个饭馆 喝啤酒吧 卖的比超市贵 我们剧组的人 想出个办法来 去饭馆喝啤酒去 一人背一大包 包里头装的都是啤酒 到了饭馆呢 点一瓶啤酒 喝光了之后 从包里头 拿出一瓶啤酒来搁这 再把这空瓶子 搁在包里头 就这么喝 最后 把几包啤酒喝光了 那个服务员啊 看着我们还纳闷呢 说这十几个大小伙子 怎么喝一瓶啤酒 就这样了 全都一头上眼的 是不是酒精过敏呢 还劝我们呢 说你们少喝点吧 总喝啤酒呢 我就担心 酒精会让大脑犯迷糊 影响判断力 那么喝啤酒 对大脑到底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伊林诺斯大学 进行了这项有趣的研究 让人意外的是啊 在适量的情况下 喝啤酒不仅不会让大脑糊涂 还会提高脑力 据美国纽约 每日新闻报报道 伊林诺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呢 设计了一款脑筋急转弯的游戏 每一组啊 都给出三个单词 要求这个测试者呢 根据这三个单词找出规律来 写出第四个词 一共有四十位志愿者 参加了这个字迷游戏 其中二十个人呢 在答题之前呢 喝了大约是九百五十毫升的啤酒 另外二十个人没喝啤酒 让人意外的是啊 在规定答题时间之后 喝过酒的一组 完成的提量 比那没喝酒那组 多出百分之四十来 在这个平均答题时间上呢 喝过啤酒的二十个人 平均只用了十二秒 就答出一道题来 神志清醒的那二十个人呢 花了十五秒五 当志愿者血液中 酒精含量在零点零七左右的时候 他们的记忆力有所减退 但解决创造性难题的时候 很有独创性 效率也很高 这是不是说学生考试之前 应该让每个孩子喝瓶啤酒呢 他们的答题更有独创性 那不是更有独创性 是太有独创性了 答题啊老师都看不明白了 我想问问在座的女士 有练过瑜伽的没有啊 我问女士呢 再问问在座的各位男士 您喝多过吗 您瞧 真有喝多过的 现在呀 你们这个两拨人可以一起组织活动了 因为有的网友发现 这喝多了的人和练瑜伽的人 特别有共同语言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散步 一不小心就立卧倒 那姿势跟练瑜伽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作用却是截然相反 一个是健身 一个呢 是伤身 老话说的好 小酒遗情 大酒伤身 可能适当的酒精啊 确实能帮助您开拓思路 但是千万不能嗜酒如命 同时得提醒司机朋友 酒后千万不能开车 我们四个台上走 好向左手 肩右手 还有一个小秘密 啥 清丑 诸位观众听端详 罐口可短 也可长 都来比比一 谁更强 别忙 脱口而出 北京国际罐口大赛选拔活动招募进行中 请将您的罐口视频发送到 BTV超客受爱的126.com 神秘大奖 等您来拿 我虽然喜欢喝酒 但是喝的不多 我爸不一样 打小开始喝酒 号称兔奶都是酒味 还听说有一本家传的酒谱 竟是先没听说过的好酒 我说说您听听都是些什么酒 有桑绕酒 新丰酒 菊花酒 猪鱼酒 蓝北酒 缠安酒 流浪酒 荼毒酒 福仇酒 鱼行酒 清田酒 护县酒 寻阳酒 中山酒 成都酒 崔家酒 杜昌酒 东阳酒 阳高酒 锐禄酒 红须酒 荔枝酒 黄甘酒 松花酒 生若酒 三味酒 白若酒 琥珀酒 百叶酒 文君酒 乌成酒 黄蜂酒 临落酒 以及卤酒 薯酒 贵酒 蜜酒 乳酒 咬酒 羊酒 辣酒 满酒 喝鲜酒 俗话说酒风之际千杯少 话不投机万句多 方清平助您笑口尝开 忧愁少 健康快乐 好生活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象征视频 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 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这三个汉字 或者输入PEID 方清平666 就可以关注到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 方清平的象征视频 音频 综艺节目 以及您没看到过的 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 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 方清平 我在这里等你哦